ien 你 对 64 叔叔是神死 生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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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好像对男人没有兴趣了 除了虐待我的那个 你指的是 我的前夫 不着急 慢慢说 你可以完全相信 这里是安全的 我们结婚的第一年 我差点被他打死 一开始 他从来不打漏在外面的地方 所以没有人知道 我一直被家暴 可是后来他变本加厉 最严重的那一次 他打断了我五根肋骨 动静闹得太大 是邻居报的警 从那之后我就下定决心 跟他断了联系 我妈和闺蜜也给我介绍了不少对象 可是 可是你还是想的 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他打我 是我居然还在想着他 我想着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我想着他过得好不好 我甚至 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 我们还约了见面 老师 我想不通 为什么我要跟一个差点杀死我的人见面 可是当他跟我求复合的时候 我竟然很心动 我明明知道 他的甜言蜜语都是假的 他根本不可能改变 可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我是不是有病啊 你冷静一下 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起初他给我的感觉 是一个温柔又敏感的大男孩 喜欢黏着我 念念 有个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你说啊 我前女友 为我自杀过 她爸妈死活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 可是当我知道 她为我自杀的时候 我真的好自责 我只想惩罚我自己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不是你的错 这怎么会是你的错呢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然后后来我发现 越来越不对劲了 完美 是不是有点儿 太紧了 不紧 特别好 你干什么去啊 站住 你给我记住 以后你穿成这个样子 只能给我一个人看 里边去 谁啊 好 合同的事就这么定了 那就看你们的诚意了 调好了 来 谢谢您了 没合同吧 没合同 刚刚好 谢谢啊 来 谢谢 没事 没事 你们要是不来 你就不打算回家了是吗 不是告诉你我跟领导吃饭 吃完就回去吗 跟领导吃饭 那吃完了你们还干吗去啊 我能干吗去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一天到晚一身一鬼的 受够了 你 你你你你 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太爱你了 我担心你我 你干什么呀 你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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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一分钟都受不了你 不在我身边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样 我多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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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你不要离开我啊 我一会儿不这样了 我一会儿不这样了 好吗 你别离开我 后来他说 想跟我要个孩子 念念 要不 我们要个孩子吧 好啊 那以后 我出去赚钱养家 你呢 就专心地在家做个好妈妈 乖乖地每天 在家带孩子 等着我回来 你就不用出去工作了 陪着我 只跟我一个人在一起 我已经尽量避免了 跟任何男人有接触 甚至见闺蜜她都会爆炸 我被迫放弃了所有的人即骄傲 我不能见任何人 做任何她不喜欢的事情 看来 她不只是嫉妒 而且 期望控制你 你不勾的男人 你就会死是吗 你在说什么 你自己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你是不是答应过我呢 你穿成这样 只能给我一个人看 他就是个送快递的 他 你监视我 我看着我自己的老婆 我有错吗 告诉我 我就有错吗 错吗 张药 我背了你 我连门都不住了 你是不是背了我鼻子啊 我背你 你背我好不好 我背你 把背都给你放 你耽误什么 耽误什么 耽误什么 你耽误过我呢 你是记不记得 我 你别哄我 对不起 我对不起 不错了 不给把癌giving 对不起 我在乎他 别哄我 不用 estos 走 快架 Creepy 你挥一挥 不是我的嘴 你 我是太爱你了 你干嘛erman 你干嘛什么 妈 妈 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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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再也不打你了 你走了 别走了 老师 他这么对我 为什么我还想着他 为什么 是他深谙情感操纵的手段 你已经牢牢被他掌控了 第一步 脆弱陷阱 是他让你误以为 你是他的救星 是你拯救了他 第二步 洗脑陷阱 是他让你觉得 他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你 第三步 孤立陷阱 把你逐渐从你的社交圈中 孤立出来 那我这不是飞蛾扑火吗 你选择了他 一定是他给了你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能给我一种感觉 让我觉得我被渴望 被需要 被在乎着 我被强烈地在乎着 在过去 你对谁有过类似的感觉吗 小时候 那时候我爸妈经常出差 她们就会把我放在隔壁老奶奶家 她经常把我锁在屋里 然后出去通宵打麻将 只要是输了钱 回来就是一顿揍 但我觉得没关系 痛也好 至少有个人在身边 陪伴对幼年的你来说 如此重要 即使伴随着疼痛 您也觉得是值得的 那我该怎么办 我好像有一种饥渴 想要身体和身体紧紧地贴着 温暖也好 痛也罢 难道我只能跟那个魔鬼复合吗 每个人都有亲密感的需要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对于你来说 这份亲密感 总是伴随着疼痛 让你难以放下 又因此自责 不过深入理解自己 需要时间 我们增加一周三次的心理咨询 这种密集的咨询 能够更好地帮助你 那些过去未被疗愈的伤口 那些过去未被疗愈的伤口 总是容易被现实轻易地激活 如果未被理解 或许会助成对自己新的伤害 而理解的第一步 是从伤口中看见自己 曾在没有选择全时的渴望 慢慢孕育出一种能力 做出跟过去不一样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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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